北京冬奥2月4日开幕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一直被视为国家队的优势项目 大连美工大学科研团队 将航天技术应用在运动装备 研发出一款高性能滑雪头盔 为国家队训练提供安全保障 同时助力中国选手冲击奖牌 这款滑雪头盔的重量 只有700克左右 在不大幅增加厚度和重量的前提之下 防护性能比欧洲标准高出至少20% 而它运用的航天薄碧结构设计科技 也曾帮助中国体积最大的火箭 长征5号云载火箭 成功减重1145千克 这款头盔内外壳都采用了 大量的曲线加根布局设计 极大改善头盔受冲击之后的全力路径 提高抗冲击效率 头盔的材料也有创新 科研团队在大量测试之后 使用碳纤维、玻璃纤维、弹性体 三种成分合成的新材料 在保持冲击印度的同时 将肛度提高4倍 拉伸强度提高3倍 对运动员形成更好的保护 目前这款头盔 已经通过了欧洲滑雪头盔安全标准测试 而考虑到亚洲人的投影偏缘 科研团队还收集了大量国家队员的投影数据 开展定制化设计 提高中国运动员长时间配戴的舒适度